結果呢你可以看到其實如果你用定義名稱的好處就是第一個 他的名他的範圍只一個名稱相對的他的公式會比較簡短一些些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將來只要是跨工作表的範圍 一律都是用那個所謂的定義名稱來做相對的會簡單 而且也不需要說去把那個什麼列號啊 前面加個錢的不用直接就定義好就ok 所以定義名稱部分加上去 那再來的話就第二個問題如何把1的部分留下來 把0的地方去掉 所以比如說我要把這個當然你不用傻傻的一個慢慢複製啊 其實有一些方法最簡單 幾個方法當然我大概都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利用什麼利用上面的資料 那當然0跟1嘛不外乎就是這兩個 所以你可以把游標放在B1利用排序的 排序應該知道意思吧 排序的話當然有幾個 就是說他會問你說你要是由大到小還是由小到大 而且用哪一個哪一個欄位 哪一欄喔 特別說欄位 所謂欄位就是上面的名稱 上面這邊有名稱 不過因為這邊是空的啦 也許你這邊可以自己再加一個名稱都可以不加也沒關係 然後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按照什麼按照查詢名單排呢 還是按照 這裡面空的所以他變成藍B有沒有 還是按照B藍 所以我們按照B藍 那我希望什麼要留下來的把它排上面 又是1 然後不留下來的把它排到下面就是0 OK那你可以怎麼應該由大到小 有小到大 應該是大到小吧 1比較大吧 所以由大到小 按個確定 對象的話是直 OK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他要排完排完之後的話 1就在上面 所以其實基本上要找的就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後呢 再貼到這邊來 Ctrl V貼上 這樣就完成了 查完了 OK所以如果你 之前如果不會這些方法的話 那變成你什麼 你花更多時間 才能完成這件事情 那就變成說你可能會浪費太多時間在這個工作上面 好不過特別主要第一個方法是排序 但方法 就是排序有的時候呢 蠻快的 因為他資料不多 可是如果資料多的話 那可能你還是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排序 除了排序之外的話 Ctrl V一下 我把它恢復一下 第2種方法你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 把那個什麼 用旁邊有個叫篩選 什麼叫篩選 其實我覺得篩選可能會比排序更好 為什麼 1優標還是放在那個 B1 2按篩選 你會發現 按篩選之後 他會出現多個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 他會在那個 就是你 優標放的位置上面多一個什麼 下拉 有一個下拉的清單的符號 這個符號 有沒有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用呢 其實你可以 點選他 他會出現說 所謂的篩選是說 你要留下什麼 那這邊會出現說 這全部呢 還是只要1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只要1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把它點1的部分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0的部分會出現 0的部分就不出現了 他底下先不要管他 然後呢 我們其實篩選完之後呢 你就優標放在 A2 那一樣把它選到底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這個時候你把它貼到查詢結果 把它貼上 其實結果也不一樣 1也是OK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將來要留下 最後記得把篩選取消掉 取消的話呢 就是直接再點一下這個篩選 他就恢復了 OK所以這個篩選 他主要的用途就什麼 他這個圖也跟你講 就有點像漏斗 你要的留下來 你不要的去掉的意思 所以篩選 OK兩個方法 那都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利用那個排序跟篩選 找到你要的資料 並且把它複製到查詢結果裡面